小时候的我觉得 芭比是非常珍贵的玩具 能够有一个芭比 简直就是美神降临我的漏市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这是什么怪东西 看着还怪好奇的呢 于是我一口气买了三个 四个 首先 这确实是芭比 全身金色涂装 也难掩它的时尚与美丽 我拿着它都想要发表一番 奥斯卡获奖感言 这个系列叫做Color Reveal 是芭比比较新的一个系列 主打的就是变色盲盒 这种盲盒芭比 就是要先把它放进温水里面洗个澡 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是长成什么样的 这个包装盒就可以作为它洗澡的浴缸 撕掉 放洗澡水 不能高于43度 是谁要洗澡啊 我 起步走 跳水 水花真小 水已经变成了金黄色了 像橙汁一样 我第一次涮芭比 冒泡了 是芭比在呼吸吗 当然不可能 脸已经出来了 它有一点点小雀斑 还挺性感的 非常健康的肤色 粉头发上面还是沾了一点 这个屎黄色 金色 我以前玩的芭比 是没有这一层塑料短发的 以前就是直接长头发就坐在上面了 给芭比洗澡一下就让我想到了经常刷到的那种垃圾手游广告 一个女孩脏兮兮的 你给她冲澡打扮就可以拯救她 这样想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个玩法那么有吸引力了 又怪又想玩的 芭比现在是出奇招啊 我来看看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肠发 好漂亮 这个狗这么难拆 除了娃娃套装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 都是可以玩的 最重要的是芭比的两个宠物 一猫一狗 也是有涂装的 也要先洗澡 小泥狗小泥猫 洗半的时候 难看吧 小猫好可爱呀 小狗也挺憨厚的 这果然自己洗出来的狗就不会觉得它做得糙了 如果单独放在外面我可能觉得 过如此 但自己洗出来就觉得好可爱 芭比和它的一猫一狗它还可以变色 这时候就要用到冰水了 好冰 轻轻擦拭它的头发 擦出来了 好明显 挑染的蓝色 后脑勺倒是没有染嘛 好好玩啊这个 脸颊上有两颗小爱心 哦 它也有爱心耶 狗狗有一个斑 在左眼上 冰死我啦 头发也 也是可以变色 我只涂左边 左边的紫色就比右边要深 说实话 虽然这个短发可以变色 但是我觉得变完色我反而变得更丑了 这种情况下 它就只能够戴上假发 这个透明的环 还挺明显的对不对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够美丽 穿上衣 裤子小的 这芭比都觉得小 打扮完芭比就是这样啦 那我再洗两个 这个系列的芭比头发都是用的假发套 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圈透明的发箍 印象当中我小时候玩的芭比头发都是牢牢的长在头上的 感觉非常飘逸美丽 所以我会更喜欢这种美人鱼款的 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点幼稚 但是真的挺漂亮的 而且它也可以变色 只要放进温水里 它的颜色就会慢慢的变淡 饱和度一下就下去了 美人鱼在岸上比较明艳张扬一些 到了水里就非常的温柔 这样的芭比我会觉得比较漂亮 最普通的芭比有五个活动关节 最多的呢可以达到22个 非常灵活 说明可玩性也是很强的 不过这个美人鱼芭比的话 它就一共只有1 2 3 4 4个活动关节了 以前我觉得芭比是一种很贵很精致的玩具 像这样主打掉色换色的芭比 我觉得就是花活比较多 走到了歪路上的芭比 以前的芭比是什么样呢 就是最早最早要求 这个是芭比35周年时 推出的初代芭比复刻版 复刻的是1959年初的第一款芭比 这个也是将近30年的老古董了 这个也是将近30年的老古董了 这里甚至还有一点点发霉 有股成年就输的味道 身穿黑白条纹泳衣出着标志性的高马尾 它的金色大耳环现在都有一点点生锈了 画风很有年代感 很像怪奇物语里面躺在泳池边调戏小年轻的妈妈们 而且很像我们熟悉的朱德雍的漫画 芭比最早诞生于1959年 距今已经有64年了 虽然芭比现在是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 甚至因为历史过于悠久 会被打上过时玩具的标签 但最开始的芭比是很前卫很先锋的 因为那时的儿童玩具大都是以婴儿形象为主 小女孩买回家只能扮演照顾宝宝的妈妈角色 孩子不满意 美国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罗斯汉德勒嗅到了商机 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比起给娃娃当妈妈 更喜欢玩成人样貌的纸娃娃 那做成立体的是不是就更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呢 他参考德国的一支名叫 Build Lily的漫画野生人偶 设计出了专门面向儿童的成人形态玩偶 并以自己女儿的名字为其命名 这就是最早的芭比娃娃 后来他又用自己儿子的名字设计了男性玩偶 Kan 设定是芭比的男友 曾经一度受到很多成年男性的喜爱 芭比首次亮相便大获成功 小女孩们可以把芭比当作梦想中的自己来打扮 孩子很喜欢 后来随着时代进步 我们都知道 芭比因为非常科幻的身材 受到很多批评 过于性感完美 被认为是对女性外貌极端且单一的想象 会让孩子过度在意自己的外貌 家种身材歧视 但在诞生之初 比起青一色的婴儿形态娃娃 芭比给女孩们提供了超越母性角色的更多想象可能 满足了她们对关注自身 认识自我的需求 而这也是芭比一上市就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成为经典玩具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我借来的另一只早期芭比 它也是一个复刻版 可以看到早期的芭比眼神都是斜向一方的 这个是往左 这个是往右 这个眼神在已经成年的我来看 我觉得非常的酷 很有style 可能就是因为过于酷了 后来的芭比就把眼神统一改成了直视前方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芭比的服装 发型 妆面 紧跟潮流 不断变化 跟着芭比 我们可以感受到时尚变迁的过程 芭比不仅是广受喜爱的儿童玩具 也是每个时代主流审美 无声的记录着 这是我最近在超市里当场拿下的一只芭比 乍一看 我以为它是 Furry来着 冷静了一下 原来是穿玩偶服的芭比 和旁边的小宠物 配套了 这个比较像 亲子装了 但是仔细一看 和Furry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我的内心 我的有色眼镜 很可爱的 而且它呢 其实也是可以变色的 现在变色真的好流行哦 用冰水擦一擦 妆容可以变 宠物也可以变 我还看到有一款兔子装的 卖得特别好 这个就是不仅符合了 现在比较流行的可爱 而且玩法也更多了 今天一口气完了这么多芭比 算是弥补了一丢丢我小时候的遗憾 如果小时候的我可以自己选择芭比娃娃 变色 可能还是一时新鲜 我最想选的 应该还是看起来 和我性格最贴近的 然后让他穿上我想要穿的衣服 因为不管芭比怎么进化 核心还是换装游戏 当然对于成年人来说 它的价值就变成了时尚摆见 或者收藏 在房间的一角 为自己保留一些美丽的幻想 和珍贵的统心